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在全球現場 古巴總統日前訪華而大陸豪氣捐助了古巴1億美元改善經濟狀況 更多的新聞重點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的 我安安從現場先帶來看這個話題 這是古巴總統迪亞斯卡內爾在24號的時候就訪問了中國大陸 當時候呢他也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 之後古巴的經濟部長吉爾就證實了 中國大陸向古巴捐款1億美元 其實呢古巴這幾年來因為受到種種的外在跟內在的影響的經濟狀況都是不太好的 包括了美國的制裁還有新冠疫情的影響跟政府一些行政的問題 導致他們深陷經濟危機 這也導致在2021年的10月到2020年的9月 這樣的一整年的期間其實有超過22萬名的古巴人 他們試圖要闖入美國 好 闖入美國做什麼呢 當然是希望可以透過打工可以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 可是因為這樣是非法移民的關係嘛 所以也遭到逮捕 那麼現在古巴的經濟部長就表示了 訪華的期間也有一些的討論 好 中國大陸呢現在之後可能會增加在古巴 包括了很多領域的投資 像是在能源或者是生物或者是農業等等的產業 會有各種投資的可能性 而之後這個大陸官媒新華社也報導了 中古長期友好的方針是不會改變的 支持古巴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也不會改變 當然了這樣也被解讀說 大陸的勢力是擴大到了傳統上被認為是美國後花園的中美洲 好 持續來看到的是今天的熱話題 這是大陸新疆烏魯木齊呢 有一處高樓在24號的時候就發生了火災 當時是導致10個人死亡 而這起意外事件之後發生了之後呢 就社群媒體上很多人就在討論到底事發的原因為何 好 就有一些說法就是說可能是火災當下 因為呢現在當地還是實施比較嚴格的防控 導致整個救災過程有所延誤 儘管呢這些說法是被烏魯木齊的官方給否認了 說有這個防疫措施影響救災事件的狀況 不過後續的輿論還是持續在網絡上頭發酵 而畫面上你看到的呢就是這幾天晚上 在上海 南京跟北京這些各大城市都出現 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罹難者的燭光晚會 甚至一度引發了抗議 來看一下北京當地一位市民的說法 我認為我們只需要去找到它的這個密接 刺密接以及這些有可能感染的人 這就夠了我們不需要去進行全小區的 一個大型的這種篩查 他們是為了大家是為了所有人 是為了每一個騎手不被封在家裡 為了大家能夠吃上藥能夠吃上飯 而其實呢原本這個抗議一開始發生的地方 是在上海的烏魯木齊的中路 好後來呢整個抗議事件是 蔓延到了全國的很多的大城市 好當時候在上海這邊是聚集了大約300個人 他們是要哀悼罹難者 但是呢後來就演變成了抗議事件 這波抗議潮呢 蔓延到很多的大學 包括了南京的傳媒大學 還有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跟四川的外國語大學 都有民眾他們是高舉白紙 像這樣子表達的對 是封控很嚴格的不滿 好持續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事件呢也在上海這邊 好出現了一些抗議的這些浪潮 但是呢其中當然引發很多 外國媒體的採訪 這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勞倫斯 他就前往現場在採訪的時候 然後就遭到警方給帶走 來看一下路透社當時提供的畫面 好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當時候大概是有三名的警方 他們是試圖將這個BBC的記者 壓制在地上就像是這樣子 並且要試圖幫他上銬 場面是有點混亂的 對此事件BBC事後也發表聲明 表示感到是相當擔憂 但也證實勞倫斯 他被拘捕之後的數個小時 就遭獲釋了 BBC對於整起事件表示關切 那麼他們的報導當中也指出說 有大陸官員表示要逮捕記者 是因為怕說當時人群非常多 也怕他感染新冠 所以才會先逮捕他 不過針對整起事件 其實現在上海官方是還沒有 做出任何回應的 而大陸官媒新華社 在28號的凌晨的時候 也發表了三篇的評論 指出現在的形勢 是嚴峻複雜 但是還是要保持戰略的定力 重申堅定不移 要貫徹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而其實對於整起的這個抗議事件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胡錫進他同樣的也在他的微博上頭 發表了後續的看法 他表示民眾當然是有表達他們意見的權利 而且他們表達的這個方向是善良的 是有正當的這個過程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但是他認為說像這樣的抗議事件 其實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外部的勢力的利用 所以他還是呼籲大家要保持清醒保持冷靜 而他還認為說官方防疫的初衷是善良的 而且是取得很大的成果 但是當然隨著時間過去了 這個清零的代價同樣的也會變高 成本也會變高 所以他也呼籲政府是要聆聽群眾的聲音 而其實整體事件也引發了國際間的關注 包括了土耳其外交部現在也要求大陸官方 要告知整個火災的原因 還有整個救災的過程 希望背後的原因還是可以被公諸於世 而接下來要關注的是士族的賽事 士族小組賽當中 日本第二戰是對上了哥斯大利加 但是中間出現了失誤以0比1輸球 也讓死亡之組現在走向是撲朔迷離 而日本隊的球迷賽後當然是相當的失落 因為日本隊目前唯一可以保證晉級的方法 就是要擊敗西班牙隊看能不能夠創造奇蹟 否則至少取得平手的成績 再跟其他球隊來比較戰績 遠夫卡達看球的日本球迷無法接受比賽結果 受訪時可以看出球迷哭到妝都已經花了 大批警力聚集在色谷的交叉口管理交通秩序 因為國內球迷聚集在色谷一起看贏球就能晉級之戰 但結果卻讓民眾神情遺憾落寞 除了支持的聲音也有民眾認為 如果日本隊沒有真的想打贏的話 當初就不要打贏德國 而日本對爆冷門敗北造成這次球迷大失所望的原因 就是因為哥斯大離家才以0比7輸給西班牙 日本又贏得對德國的歷史性勝利 各界都看好日本贏下這場勝利 不料卻又再次跌破觀眾的眼鏡 接下來是日本在1組的最後賽事 如果日本打贏西班牙 積分將會增加至6分晉級16強 如果日本輸給西班牙的話 積分將維持目前的3分止步小組賽 而如果日本與西班牙平手收場 結果將依照哥斯大離家及德國的比分判定 日本爆冷門輸給哥斯大離家 讓國內球迷大失所望 但是大部分球迷們都還是選擇 繼續支持日本隊 集成西班牙無敵艦隊 能在死亡之組出現已經屬於奇蹟 記者麗靜報道 海荒鮑魚干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 好